好,現在人在台東的小巷弄裡面 因為前面有一個蛋糕公園 我在Google Map上面看到的 所以想說走過去那邊稍微看一下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自己在中秋節四天 基本上是跟遊戲幾乎全斷 因為其實我花了蠻多時間在玩遊戲的 除了體驗遊戲在工作以外 當然我對遊戲有一些遊戲興趣也是蠻榮的 這兩天呢,雖然說是有把遊戲稍微斷了一下 因為我Switch也沒帶出門 這一趟完全沒帶 我在Switch沒有帶出門的當下 我其實拿手機還是會去看一些關於遊戲的新聞 這兩天比較讓我覺得很興奮的新聞 很特別很奇怪 雖然是大亂鬥 因為大亂鬥在10月1號的時候發佈了一個新的角色 那居然是Minecraft的角色 真的非常的衝突 因為我覺得其實任天堂其實還蠻 跟西方的文化做一個結合 像Levice做服飾品牌上的結合 還有跟樂高做一個玩具上的結合 然後呢 這次又在這個Minecraft的跟微軟結合 這件事情呢,其實會讓我興奮的原因 主要也不是單單的就是只有 Minecraft的角色出現在任天堂的遊戲上面 而是因為呢,其實我們通常都會認為說 遊戲呢會有一個獨家作品的這個代表 那Minecraft算是微軟蠻代表的一個東西 遊戲當然是有可能會出在全平台上面 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角色呢,居然進到別人的遊戲裡面去客串一下 這個就是有點合作的感覺喔 但是這種合作感覺也非常微妙 因為大家都恨不得把自己的IP鎖好鋪好 到別人去串門子喔 我覺得兩邊啊,都會有一種蠻特別的感受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是好一點的IP的話 你會希望說可以留在自己的手上 不要去別人那裡幫別人加分 也許人家就是對大亂鬥已經有點好奇了 因為很喜歡SBOX的遊戲 所以他可能最終選了SBOX 但是因為今天大亂鬥也許多了這個東西 或許啦,會增加一些人去入手任天堂家的作品 任天堂家的主機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是有好有壞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 有人從大亂鬥裡面認識到這個Minecraft的角色之後呢 又跑去玩微軟的遊戲 也說不定,這個我覺得有利有弊啦 我講的也不一定是人的 就是一個是揣摩推論的部分 我覺得他會出現在上面真的是很衝突啦 因為Switch說實在的 雖然說並不是畫質非常優的一個遊戲喔 但是他跟Minecraft打的這個人物角色的造型呢 也不是那麼的像 所以整個再搭配起來我覺得那衝突感是有的 會變成說這兩個遊戲結合喔 像那種早期的快打雪風加入大亂鬥行列 或者像早期的那個太瑞伯格惡朗傳說 然後加入他的遊戲裡面 還要再更加衝突一點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Minecraft是真的世界上全世界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在玩的一款遊戲 既然這麼多人在玩呢 這個IP一定相當出色也相當出名 當然大家對於這個角色喔 我不知道說喜好程度是多少 因為玩Minecraft我看過很多種奇怪玩法 很多人都是在玩那種改圖 那個地圖是字字的 然後去體驗人家的創意 Minecraft其實像我自己的字字在玩喔 他們都是 就亂見一通亂搞一通這樣子 好像也沒有什麼在管人物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呢可能就見仁見智 但基本上這個新聞是我這兩天呢 感受到比較特別一點 也比較讓我興奮的新聞 加上之前的泰瑞 然後再加上這一次的這個 我覺得會讓我真的想要去入手一下 大亂鬥的這個DLC喔 因為他的DLC我記得是付費的啦 付費的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如果不常玩到的話 你就會考慮到底要不要入手 但是他這樣子的話就會讓我覺得 去入手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理由足夠 所以花一點錢是OK的 這個就是我這幾天在看的一個電玩新聞 比較覺得比較有趣的啦 這個月呢我算是比較放鬆一點點 也不能說10月比較放鬆 應該說9月的時候稍微放鬆一點點 9月的時候其實公佈了很多遊戲的新聞 整個產業的新聞喔相當的多 那有很多確定的消息也都出來了 其實最恐怖的啦 就是S8跟PS4都是 PS5都是在同一個時間要出來的 就是11月十幾號這一段時間喔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刺激的 因為當個月呢 當然一定還有自己人天堂的遊戲 像那個天睡中倒極喔 非常多人想要玩的 當我自己也非常好奇啊 再加上這些主機 再加上這些新作品 新的遊戲作品 11月我相信是會很忙的 其實我蠻喜歡這樣加日出來放鬆的原因 就是因為啊 玩遊戲其實有蠻多遊戲 都是屬於比較緊繃的 尤其有些遊戲喔 他們是要考驗反應 考驗耐心的 那你在玩的時候 你那個腎上懸殊 其實是非常的 整個是大爆滿的狀態 就是你隨時要撐在一個狀態之下 就有點像鼻筋 你要拉緊一點的感覺 只有到了 像這樣子我出外外面 雖然說現在還是在工作 但是只有像我這樣子出外外面 把遊戲先暫時擺到一旁 才會感受到就是 電玩外的那一片世界 因為我覺得興趣好玩 但是一樣會緊繃 因為有時候在玩一些遊戲 就像拿棋蛋來講 你還是會有點 在意打的成績好不好 就是在意打的順不順 打不順的話 你還是會覺得很歐 很多遊戲其實都一樣 像我最近玩那個Rog & Like的遊戲啊 你打不順的就是一直很快就掛掉 所以會很慘 你的心裡面就會想著說 我要如何來打到更好的分數 假日放鬆呢 就會變成說 橡皮筋好像稍微給它放下來一點 那種稍微給它放鬆 讓它恢復一下彈性 不然我覺得 其實每一次這樣子在用喔 真的會有點挑戰 就是我覺得就是 緊在一個身上限速大爆發 而且我覺得玩遊戲真的是 蠻好的一種休閒 因為它便宜 這個另外再跟大家聊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自己一個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現代人就是這樣 很多休閒活動啊 你如果是要找很多人一起玩的 固然是好玩有趣沒錯 但是有時候很難找到人 那遊戲也就是 你自己可以玩以外 你還可以在線上找到人 我覺得變成一種 時代啊 一種趨勢的進步 因為像 這次我來這邊 是跟老婆大人他們家那邊的人來的 更嚴格來講是 除了老婆大人他們家那邊的以外 還有他姐姐 他姐夫那邊的家人 但是以這樣子的狀況來講的話 像我們自己是比較難約到 而且很難成形 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因為我自己身邊也是蠻多都阿宅 包括像我弟啦也都算 蠻宅的 所以 要約束還會比較難一點 大部分就是變成電動 可以讓我們取暖一下 上線還可以發現 好像蠻多朋友這樣子 所以 聊得很雜 聊得很雜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蛋糕主題公園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主題蛋糕 這邊 然後 其實這邊的話 就是打造蠻簡單的啦 因為這裡現在在台東嘛 所以整邊大家可以看 今天好像有一點烏雲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氣溫非常舒服 現在差不多2425度吧 我剛才出門的時候看一下 氣象的部分 然後他的蛋糕在這邊 一座大蛋糕 這個就是他的主題蛋糕 主題蛋糕 在這邊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看出去非常舒服 因為很空 跟台北的感覺很不一樣 因為台北大部分這樣看出去的話 除非是像在大安生理公園啦 或者像新莊運動艙 可能會感覺到高樓少一點 就是整個綠化的感覺多一點 不然呢 基本上你看出去都是大樓 就是很容易就擋到大樓 像這樣看出去 你可以發現 整個天空很漂亮 非常漂亮 而且很遼闊 然後整片地呢 也都很遼闊很漂亮 整片都是 那這邊是 叫蛋糕主題公園的樣子 他主要就是 放了一些遊樂設施 一些運動設施的在這邊 其實蠻簡單的 就這樣 後面這個都 早朝區域 然後這邊一座蛋糕 但是 對面那邊呢 我發現好像一個什麼館的 然後那邊有 我長輩在運動 因為現在的天氣是 不對 現在時間是 早上差不多六點二十分左右 那另外這幾天就是 我自己又買了另外一台相機 這台相機真的是比較純粹玩的啦 因為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其實買很多相機器材等等喔 買那麼多 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相機器材 對我們來講 是一種工作的工具 也是一種可以盡聽自己的東西 因為我們拍攝影像相關的 也許現在也是在 拍這種 很簡單的流水的對話 找一個主題 跟大家聊天而已 但是 如果我們 未來想要有別的發展 也許 拍廣告 或者拍其他的東西喔 也都是一種 路可以發展的 那當然 想做這種東西 我覺得 自己還是要有一點基礎啦 有時候如果去請教別人 甚至是去 學東西 花錢學東西好了 或者是 上網去看影片 學東西好了 你自己沒有一點基礎的話 你是 聽不懂看不懂的 甚至你會 因為那個入門門檻太高 所以你會把自己 聚於門外 你一進去什麼都聽不懂的狀況 你一定會覺得 這個東西可能不太適合我 我 藉由這種機會 就是在現在的工作狀況 然後去接觸這些器材 接觸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讓我自己更加精進 那當然在精進的背後呢 未來要再學習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 跟精進企業的 開始學習 至少不會是完全從零開始 就像我現在學ABC好了 學英文好了 我至少A到Z會被 還不會從這個 這麼糟糕的地方重來 攝影器材還是一樣 那這台 單純買來玩的是 富士的相機 這幾天玩真的 有蠻多不一樣的心得啦 有好有壞 說實在的 那有的 可能是因為初階版的問題 因為我這台是買很初階級重 另外是買 Sony的 我都是買比較中高階一點的 所以 兩個用起來會有蠻大差異 這個之後有機會再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就先跟大家簡單聊到這邊啦 掰掰